在科学中,生物的种类很多,可能很多朋友连一些动物都不认识,当然这是少数部分的生物。 生物的变化,也是我们地球环境改变的一个标志,如今的地球环境,也是越来越糟糕了,对于生物来说,也是面临来自环境的威胁。 根据科学预报显示,我们越来越的生物,被列入到灭绝的名单之中,生物的多样性随地球的环境改变,逐步进入到消失之中。 而在近日,位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海岸,科学研究人员们发现了一种神秘的鱼类,这是在北半球以前从未见过的物种。 根据研究人员最后确定,该鱼类是太阳鱼,数据显示出,该鱼长约2.1米,比四个浴缸都还要大,但是它已经死亡了。 该物种也被称为世界上最重的硬骨鱼,太阳鱼被冲上海岸也不是第一次了。 根据科学记载显示,在2014年5月,位于新西兰就搁浅了一条长约2.4米的太阳鱼。 在当时,科学研究人员们就称,这是位于南半球的一种海洋中隐身物种,所以很难被发现,科学家们尽管进行了十多年的生物研究,但是结果是科学家并未意识到它的存在。 这种巨大的太阳鱼最重的时候,可以达到1000公斤,所以说也是海洋中少见的鱼类。 这次本身属于南半球的物种,却出现在了北半球也说明生物在海洋区域的生活需在发生改变,这可能是来自自然界或者说是海洋区的景中。 对于这些物种来说,确实为了适应环境会发生改变。 这次太阳鱼抵达美国海岸,虽然科学家们还没找到具体的原因是什么,但是基本可以确定的是与海洋环境存在一定的关系。 本来是生活在澳大利亚东南部、新西兰、南非和智利的水域,如今似乎完全进行了迁徙模式。 更加难以置信的是,科学家们不明白这种神秘的物种,是否有灭绝的威胁。 但是他们补充了一点,可能对鱼类的最大威胁,是气候变化和海洋变暖。 太阳鱼与所有海洋衍生动物一样,受到海洋塑料污染的威胁。 减少塑料用量,可能是确保这些巨大的太阳鱼,继续保持存在。 确实,对于生物灭绝的定义,还是相对的困难。 因为最近就有一个例子,就是台湾云报的事件,该物种消失了36年后,居然突然出现了。 科学报告指出了,由于云报在1983年野外看到之后,科学家们再也没有发现它的存在,一直到2013年,大家对它正式宣布灭绝,所以说宣布灭绝6年之后又出现了。 这就奇葩了,那也只能说明,人类是没有发现它们的存在,所以对于太阳鱼来说,我们还是没法进行对它定位为是否处于灭绝的生物,少但是存在多少是未知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我。